扛起太多 有一次真的送妳一組杯子 然後在另外一個女生家 也出現同一組杯子 但是真的 我們到現在都羅生門 沒有辦法 就是 我沒有辦法問到 我不會再問了 現在也不會再討論了 就是那時候呢 就是我在懷孕 大概八個月的時候 然後就是她的一個女性的朋友 我一直覺得她們可能有曖昧 或是以前曾經在一起 那那時候呢 就是她帶回來一雙很可愛的小鞋子 因為等到出生的時候可以穿的 跟還有六個很可愛的 Micky的杯墊 然後她說這個是那個某某某 他們公司的同事 要送給就是我第一胎的寶寶這樣子 那那時候還沒有出生 然後我就說 我也不宜有她 反正就放著的 然後以後可以用再用 就有一天我就在她的手機裡面 因為其實很無聊的時候 會交換手機看一下對方的遊戲 所以有時候就會玩她的手機 只會下載就好了嗎 對啊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跟她一樣的手機 先生哪會願意把手機借給太陽 會...她都會讓我們看 然後我就點了其中 我想說來看一下照片好了 我就點了照片 就無聊 看她最近在幹嘛 就有一張奇怪 怎麼是一個別人的房間 是房間有床有化妝桌 然後還有一個行李箱 然後上面就放著那六... 行李箱的上面 就放著那六個杯墊 感覺就是很像 那個人剛回國 他帶了一個什麼 比如說迪士尼的玩具或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好面熟喔 然後我就把它送給我的杯墊 拿起來看 一樣的 位子 顏色都一樣 我就...我那時候真的是 我從來都沒有被極發涼耶 就是涼到頭頂 然後怎麼會這樣 所以那是一個女生的房間嗎 對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就有點冒冷汗 然後當下我就直接衝到他們公司 就然後她在公司的辦公室裡面 跟別人聊天 吃東西 我也顧不了別人 我就說我要問你一件事 她說你怎麼會跑來 我說你可以告訴我就是 那個手機的那個... 因為我已經忍了一天 她已經就去上班了 我是已經在一個晚上忍很久 我就跑去公司又去找她 對 然後我就說 那照片到底怎麼一回事 你不是說是某某同事送的嗎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女生的照片 有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我說這該不會是男生的房間吧 她就解釋不出來 而且有點... 她旁邊還有其他的一些 我們很熟很熟的同事 然後她就有點解釋不出來 然後我就說 就是她到底是誰 房間的主人是誰嗎 講得很清楚這樣子嘛 然後最後她才說是某某女生 我說那妳就跟我說 是那個女生送的 妳為什麼要騙說是同事送的 因為她說她很懶得解釋 有時候就拿東西回來 就很想要趕快去洗澡 幹嘛幹嘛 因為如果講到某某女生 她跟林淇薇就會搬出那一套 心理學家說什麼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們其實就這樣子 因為她其實用一種很高的姿態 在跟我講 她說妳不要想太多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她會傳給我說 那妳一定是刪了什麼訊息的紀錄 照片忘記刪掉了 因為訊息她都會自動儲存照片 在同事面前跟她講這些 同事都慢慢地飄走 就是... 同事已經慢慢地飄走 沒有 就是同事沒有 就是慢慢地就... 就抽菸拿去抽菸拿就走掉 當然要飄走啊 這個哪待得下去 我也很尷尬 因為我才太... 我真的已經失去理智了 然後她就說 妳不要這麼緊張 我們好好講 她就說我現在先下班 我去跟同事講 然後我就... 我們就去走到停車場 我說來啊...妳跟我講清楚啊 然後什麼... 後來她就說 就真的沒有怎麼樣 我們沒有怎麼樣 她真的很單純 我只是覺得說她是一個女生 所以... 而且妳又一直很在意 我們兩個在臉書上面聊天什麼的 那她到底是誰 就是臉書上面那個女的 對 所以她說... 所以我才不敢跟妳講說 這是她送的 因為我怕妳會覺得說 妳會不會不想要這個禮物啊 或什麼 所以這種禮物是不是 先生乾脆就不要帶回家送 對 可是我覺得禮物沒關係 那我就問她說 那妳可以跟我解釋 照片是怎麼一回事嗎 她幹嘛傳一張 她的房間的照片給妳看 她給妳看那個禮物而已嗎 對 她就忘了 她就說我真的忘記 她為什麼傳給我了 她就說我從迪士尼樂園玩回來 買了一組杯墊要送給妳 就拍個照片傳過來 這也沒有什麼啊 可是她是很房間完整的照片 她可以只拍禮物啊 就是... 所以她有暗示 她可能假借要看禮物的名義 然後其實是要給妳老公 看她的房間這樣什麼樣 怎麼可能有人給... 為什麼要給對方看房間的樣子 對 我不想啊 就是我不懂 搞不好她是要表示 沒有 妳應該問妳老公說 那個女的跟娜 到底是什麼關係 而且那女的不認識 她說就是以前很好 但是她沒有去講說 那是她的女朋友或什麼 但我就覺得 你們一定是有問題 但後來我老公就說 好啦 妳可以不要再講這件事嗎 好啊 妳如果要講 那我也要來講妳啊 然後她又要講我 我就說我為什麼好講 來...妳說... 對 然後她就會開始講說什麼 妳看妳那時候還不是... 這已經是又在... 已經小孩生出來之後 我又想起這件事又在那邊 就是產後有點憂鬱 又想起來又再繼續質問她 她說我們不是兩個月前 就已經講說不要再聊這個事情嗎 我說沒有 我現在想起來 然後換她說... 還算50歲的時候 好可怕 對 然後她就直接說說 好 那妳來跟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妳郵飯要送到前男友家裡去 然後我就從此之後 再也不敢問了 我就好... 而且妳郵飯要送給錢才有啊 妳郵飯為什麼要送給錢才有 我就真的是... 我們就是我跟我的妹妹 開車開一開 然後就全部郵飯都送完了 就只剩下一盒還兩盒 我們車上吃完就好餓 吃了一盒之後多了一盒 我說我妹就說 那那個誰誰誰家住這附近 跟著送去給她好 我說好啊 就是把好消息跟她分享 所以她就下一盒拿就給她嘛 我是妹妹 對 是妹妹拿給她的 就是我們一起在坐在車上 她就拿給她這樣 是妳妹妹提議的嗎 還是妳... 我妹妹提議的 然後妳剛好在她家附近 對 妳真的有妹妹嗎 真的 妳知道她... 那個前男友剛好還在家 對 然後就這樣就打停了 但是... 但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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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兩個夫妻兩個方式的事情 對 最後 妳是要刺激她還是要怎樣 最後就這樣就打停 對 那她為什麼知道這件事 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什麼秘密 我對她沒有什麼 就所以有一次就很久了 突然想到說 其實我們那天有送一盒油飯 給誰誰誰這樣 所以妳還滿意的 她也忍在心裡面 忍了兩三天之後 我在跟她問那個 杯電的事情的時候 她就說好啊 那妳來告訴我 妳為什麼要送她油飯 所以現在妳們兩個 就互相不問這件事了 對 對 我這次來上康夕 我說 Baby 我會講那件事情嗎 她說沒關係 妳講 反正我們1比1嘛 不要再問這個問題了 她就... 開店只是放在房間裡 又不是放在女生的裸體上 是不是 可是有時候 拍那個房間幹嘛 是妳去過 妳們真的會懷疑一個房間的狀況嗎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男生 她在附近裡面 又有女生狀況 那一下狀況不行嗎 不行 因為我會講說 妳是在那個房間裡面嗎 不然為什麼要拍那個房間 可能那個房間裡面 有共同的記憶 會有狀況 會有狀況 還是他們是一起出國的 那段時間 我們一起去買的 真的啊 這我也不行 空房間不行 因為如果是客廳我覺得還好 如果有床 就感覺是有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 好像我們的紀念照 對 就照那個東西就好 為什麼要特別照這麼大的範圍 那個東西在照片裡面 所以如果連空房間的照片 都不行的話 你們更不可能容忍 她的手機裡面 有一個女生躺在床上的照片嗎 當然 妳在網路上隨便下載 都有很多照片嗎 下載... 那個照片就像是 我們平常在看 缺哪裡跟這張照片不一樣的 那麼小 就是那個背墊是那麼小 我是自己看的... 那妳怎麼找得到啊 我是自己看的那一張 覺得這是一個... 所以妳很喜歡在玩 對 背墊是不小心被我發現的 它不是那麼大一個的角度 可能是靈異照啊 他們要找找看有沒有鬼 它是就像妳猜哪裡有鬼 我就找到鬼在這那裡 也許就是對方的 對 妳確定那照片是對方傳過來的 不是妳老公自己拍的 妳怎麼知道啊 自己拍的啊 為什麼不可以 感覺就是有個訊息會寫 妳頭後床是空的 就是有那種... 真的嗎 可是我一塊小姐 妳在什麼路啊 就是有那樣 把訊息刪掉了 妳看我們又... 我又鋪了上禮拜那張床單喔 對 妳什麼時候要來 她真的很可能就是把訊息刪掉 但沒關係 老公我原諒妳算 所以我們不要再討論這些事 被給婚姻亮紅燈 全是屈中恆背後搞的鬼 請問各位太太們 我承認我會看 然後關一課處理不了的 所以是怎麼辦 我其實有因為這樣子 我有難過一陣子 就是傳一些 我跟她的一個女性朋友 傳一些簡訊 然後 對 這件事情我還蠻喜歡 慢慢講喔 慢慢講 我咖啡咖啡咖啡喔 請問各位太太們 應該不會看先生的手機吧 對 Facebook的那個訊息 應該也不可以看吧 沒有 可是如果老郭喝得非常醉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知覺了 你難道不會想要看一下嗎 我承認我會看 我不會 然後看萬一看到 處理不了的訊息怎麼辦 我...其實有因為這樣子 我有難過一陣子 就是傳一些... 她有跟她的一個女性朋友 傳一些簡訊 然後數落我的不是 真的 這件事情我還蠻喜歡的 慢慢講喔 媽媽 來... 咖啡咖啡進來喔 請... 這件事情我還蠻喜歡的 請問那位女性朋友 並不是長輩 不是 但是妳朋友嗎 是圈內的嗎 是... 是演藝圈嗎 是演藝圈 那大概... 那可以啦 那她的語氣是說 我家那個巫婆又在發瘋 不是...巫婆 就是因為某件事情 然後她就叫那個... 就是跟那個女生說 妳不要理她啦 反正她就是這樣什麼什麼的 安慰對方 對 然後後來我很生氣 我後來是坦誠說 我有看到那個簡訊 她回我的意思是說 我就想罵小孩給別人聽啊 我當然是先罵自己的小孩啊 什麼的 那我就說 我又不是你的小孩 我是什麼的 是妳老婆耶 妳再怎麼樣 妳也不可以跟別人說我的不罪 而且是女生 對 而且是女生 妳得罪那個女生 所以她在開解對方說 妳不要理她 對 就是我們請她買東西啦 那我後來就說 那為什麼會這麼貴 我只是想為什麼會這麼貴而已 然後她就覺得我這樣 太不禮貌了 她就去跟那個女生道歉 然後我後來又打電話問她說 那我這個要怎麼處理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她就叫那個女生不要理我 不要幫我處理 妳是很失禮啊 妳請人家幫妳買東西要嫌貴 可是我的直覺發現說 可是好像是... 她不能講啊 妳請人家幫忙買不能講 我就是白毛嘛 我就是白目 我就是太直接了 所以妳先生就說出真相 就是妳白目啊 對 但是她... 可是我看到我還是會很受傷啊 因為我已經道歉過了 我道歉在先了 那我就覺得 妳不應該在背後再講我了 沒有 我覺得她應該寫說 妳看我老婆就是這樣白目 不過這就是我愛她的地方 這樣子就好了 而且她叫那個妳的不要接我電話 我就會覺得 就是妳們兩個 為什麼站在同一陣線上 然後我覺得妳是我老公 妳應該站在我陣線上 天啊 這件事 妳不會是沒有跟她溝通 卻跑來康熙講吧 沒有 之前就已經講過了 她也知道她自己錯了 所以這件事 在妳們的人生中已經解決了嗎 對啊 算 所以才會懷第四代 我不知道我怕... 我不知道我幾個月後 會不會再聽一次 這個小東西啦 對不對 她就是一時安慰一下 那個妹妹而已 是 所以屈哥現在吃了 那個神秘的東西之後 那個顏色有變回來嗎 沒有 她那是皮膚受傷啦 就是 沒有 她可能需要做一些 醫美的治療 美白 她橘色關妳什麼 關橘色嗎 對 我想說她最近怎麼樣 一樣有改變 一樣是橘色系 所以妳覺得今天 有給大家一條生路嗎 先生們 就是叫他們 反正廢話少說就對了 對 妳如果在懷孕期間 就盡量聊一些 好期待寶寶的來臨喔 辛苦妳啦 揮畫美好的未來 多迎合一下做母親的 是 然後不要自以為幽默 講一些看好笑話 因為我覺得男人 還滿容易自以為自己很幽默 但是那些幽默真的就很想 然後如果太太在懷孕期間 有需求的話就是... 慢 咬就咬 咬就咬 對 咬就咬就過了 她好懷孕 預期在10個月 裝鎮定的 突破就好了 出不進來 牙一咬就忍過了啊 了解了 就辛苦大家囉 好 謝謝你們 謝謝